大家好 我是马克 这段要跟大家说明 该如何关闭 Windows系统保护 至于操作步骤 其实Windows 7、10、11 都差不多 由于现在系统槽都是 SSD不太硬碟 我一般都是放随时可以下载的东西 这样做即使吸系统槽 出现任何问题 也不怕丢失资料 比如这些游戏 因为游戏对硬碟的读取 一定是十分的频繁 所以游戏必须放到 SSD不太硬碟上面 譬如下载软体 对硬碟的读写 也是十分的频繁 至于 档案的存放入境 我都是设定 先放到C系统槽 再下载的档案 经过整理之后 再移动到其他的 槽位做分类 为什么要跟大家 说明这些东西呢 因为 要判断 系统保护 是否要进行 关闭 则是看大家对 重要资料是如何 处理的 再决定 要不要 关闭 系统保护 支持一下本频道 你可以按 按赞 分享 订阅 点击更多内容 捐一些钱给我 感谢大家 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是某位网友在FB的提问 这个问题 我也遇到了 也是相当的困扰 就是不知道 是什么程式 三不五时 对硬碟 自动的做 写入 语读取 这样子十分的 伤硬碟 平凡的对硬碟 做写入的动作 硬碟 里面的磁区 就很容易 耗水 有时 什么都没有做 硬碟的灯 就在那里 一直 闪着 不停 那么 就是 硬碟 自动的做 写入动作 自动的进行 写入 其实有蛮多的 其中的一项 就是 系统保护 如果 你 重要的 资料 是 存放在 其他的 槽位 那么 可以将 系统保护 关闭掉 没什么差 好的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明 操作 步骤 点击 点击开始 点击设定 左边切换到系统 向下拉 可以看到 系统 资讯 点击他 点击系统保护 上方这边 系统保护 可用的 磁叠机 点选 系统槽 这个地方 请大家 注意一个操作 电脑 不是人类 一个指令 一个动作 你必须要 指定 要处理的 槽位 不然会发生 错乱 当你点选 系统槽之后 背景颜色 会变成 深蓝色 这个地方的操作 请大家留意 然后 点击设定 切换到 零用 系统保护 点击套用 点击4 这样做 就OK 可以了 接下来要 删除 系统保护的 暂存档 点击删除按钮 点击继续 点击继续 点击关闭 这样操作 就可以将 系统保护的 还原档 给删除掉 好了之后 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 接下来 我们要 再做一次 确认的工作 检查 设定 是否正确 点击 系统保护 系统保护 保护这边 显示 关闭 OK 没有问题 点击取消 这样操作 就OK 可以了 好的 那这段的视频 就说明到这 谢谢大家 耐心观看 此段教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